我當然希望中國好 由政治分析 製造一個比較難解決的經濟問題 到投資理財 樓市動態 到生活品味 記得訂閱我們頻道 按這個小鐘 那就不會錯過Finance730的精彩內容 大家好 歡迎收看第二節的《股壇事件》 我們一開始問問浩德的問題 因為浩德曾經已經公開不滿 美國聯儲局的處長帕威爾 但近來出現的通脹數字 似乎跟聯儲局的預期相似 都比較高 沒甚麼回落 現在市場擔心 聯儲局加息甚至乎是0.75以上 令到美股在前日 錄影時間星期四 在星期二的時候 都出現了一個非常大的跌幅 浩德你怎樣 我們說過很多次 但你怎樣最新的通脹數字 會令到你悲觀 或者令到你更加擔心 美國的股市走勢 那大局就很簡單 美國現在疫情之後 引用得太多錢 通脹就夾閘著其他打仗 其他原因 令到滯脹風險很高 暫時大家看到正方仍然不錯 但通脹有點失控 現在資本市場傾向會繼續加息 加到出現明顯衰退 才不會扭轉局面 一加息 大部分資產就會出現壓力 你看看最新的CPI數字 聯署過往一直制衡 你看到現在 近期出現的鷹牌 可能他都看到通脹數字 即是不同的 很難回落 可以回落 可能大家的心理要調整一下 最新你看到 在上個月美國的消費物價 其實就這樣看大數就好像有少少方緩 但那是因為最近能源的價錢 由高位回落了一些 例如今年的石油 每一桶高位是130元 最近可能是80多元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影響因素 當然這是商品 商品會下降 油價現在波幅也挺大 但如果大家會關注 撇除能源和食品的數字 其實都是比大家預期沒有明顯回落 都是偏高 甚至乎如果按月 不看按鈕 單單看按月 其實數字上升 代表暫時都未見到一個明顯的勢頭通脹 會有放緩 所以市場反應會害怕 最明顯體驗到是來近9月21日 下一次聯儲局會議的時間 由50點指 現在最新是75點指 甚至乎其實如果你看回聯邦的利率期貨 現在其實都有優勢了 可能會加100點 如果這樣看 市場現在預期加80多點指 就是因為有部份 大家都覺得100點指的加息 都不是不可能 你怎樣預計 你認為會否真的加得到一利 我覺得其實暫時看CPI的走勢 及近期 尤其是傑森後 這麼鷹派的言論 他怎樣也先加了 希望下一次 可以說原來加多了 才可以再放緩 但整體其實 加息的律響 就算你今次不加 都只是來兩三次會 他都會加回 我想這個通脹問題 在沒有一個明顯改善前 其實他都很難 除非你說 我覺得會令他改變的想法 就是 就要情況出現明顯的轉差 因為現在雲觀的數字 比如說 美國的樓市 消費 消費等等 其實信號比較有參差 有些是挺好 有些是挺差 大陸是失控的 但他見到就業情況 暫時都叫做挺好 失業率都很低 13點多 其實美國人現在 人工又很高 整體他會覺得 兩海區全 他覺得 失業或就業情況 壓力低 他可能現在的目標 應該傾向控制通常 即是會加息 未來收稅的步伐 可能市場會更加感受到 聽起來似乎是漫漫長路 加息也有時間加 但觀眾也最關心 這樣的情況下 美國會甚麼走勢 你預計會怎樣 我自己其實就覺得 在 我覺得近幾年 近幾年來說 今年是比較差 過去五年是超級大油市 大家都沒有人相信 美國的大學生 畢業就不做事炒股票 這是一個大現象 但是我覺得不能否認 就是運觀環境 就有一個明顯的改變 就是今年它開始加息 已經令到美股都調整了不少 到現在可能美股今年 例如納子這樣計算 跌了3.4分1的25% 但是其實就未完全體現了所有的 加息的調整 其實是今年的事 但收水其實有這樣的預期 但是就未很明顯 就算我們聯儲局今年開始不放水 然後開始慢慢收水 其實收水周期 真的剛剛開始 其實現在美國聯儲局還有成多 剛剛開始 是的 其實剛剛說 實際客觀效果上 現在看到收水的速度 比它預期的速度是慢的 因為很多人每個星期 美國聯儲局會公告資產負責表 百萬多萬億 應該以每個月的回收速度 其實現在比預期慢 很多人曾經有想過 聯儲局是否就不做 其實我也有說過這件事 其實這三個月是有點特別的 就是因為它部分買債速度的改變 其實沒有實時體現在負債表 包括因為它部分的國債 類似我們的Ibon 就是憑通脹掛勾 這段時間由於通脹厲害 那些通脹掛勾的債券 其實免額其實會上升 因為它會透過通脹高的時間 還多點錢 所以你的本金會增大了 所以聯儲局就算它一邊買少債 或者不續期 其實客觀效果 由於通脹高的時間 它部分債券的大勢會膨脹 所以它買債的速度好像沒有跌 例如一些按揭相關的債券 其實它比較有技術性 有些所謂的債券時間是較長的 例如我們說股大金銘 我們叫T加2 我今天買完兩天就交收 理論上在你的戶口 很快看到你增加或減少 但它們原來是有一個特別的安排 可能是三個月 它買了那張MBS 其實它會有一個滯後的效果 整體要簡言而言之 其實美國的收水已經開始 不過市場未感到的壓力 但接著會突然開始浮現 你認為美國未感受壓力 會不會是美股未跌完呢 其實我覺得是 我覺得近期比較明顯的指標 就是看美國的實際利率 你看到前兩天突然間 因為CPI突然間很高 令大家驚訝 但其實如果你看回 在八、九月份 即使中間有些位置 美股反彈 其實美股反彈的時間 美國的實際利率是沒有下降 其實美國實際利率越高 大部份資產要給相應的回報 才能夠有吸引力 所以美國實際利率越高 其實大部份資產都會有壓力 這段時間其實都向上升的速度 是挺明顯的 所以大部份資產 你會覺得好像好一輪 都不會很捱得住 聽很多人說 大家投資美股都仍然要相當謹慎 但你提到大部份資產都回落 其中的資產 我想都受惠美國之前低息 或者放水 就是香港的樓市 施先生 在你最新的專欄文章裡面 似乎用現有的趨勢 就預計香港樓市都有點危險 施先生 你可否跟觀眾分享一下 你最新的預測是怎樣 會否一些事是政府可能要做少許事 就是樓市過去那三年 基本上在高位徘徊 上上落落 都是橫行 到今年我認為開始轉角 連續八個星期中原城市領先指數都下跌 八個星期內就下跌了5% 八個星期兩個月左右 兩個月跌5% 一年就六個兩個月 六五中三十 如果下跌速度維持 一年跌 當然這個很少會出現直線下降 一年有五十二個星期 可能會更危險 當然很少說直線下降 雖然樓市的趨勢一旦形成 持續力是強於股市 所以我對後市比較擔憂 最近二手市場的交投少了一半 連一些新盤銷售都遇到壓力 之前都試過熱樓提出要放寬 被國內同胞買樓 只是針對國內同胞 我自己覺得不同的市況 政府應該用不同的政策 政府經常都說 逆周期的政策 即是市好 你便對市場要採取一些抑制 市不好了 下跌了衰退了 你就要扶持一下 辣椒 其實是市場過度刺激的時候 你就定一些制度出來 就是困難它、阻撓它 不允許資金進來的市場 現在市場開始回落 根本你不需要阻撓它 它自己都在縮緊 地產市場如果出現衰退的特色 就是資金由地產市場撤退 你撤退的時候 如果有它自由下跌 可能有負面的連鎖反應 所以這段時間有一些投資性 投機性的資金進來 有助於維持市場秩序 不用市場過度恐慌 所以我覺得這個時候 其實政府是可以考慮切辣的 還有這些辣椒基本上是增加交易成本 不是政府應該做 政府應該減低交易成本 令到交易順暢資源才容易落日 有需要的人手 這些是一些指標的特效藥 你應該不用食的時候 退了燒藥不要食退燒藥 這些是退燒藥 現在不是發高燒 應該是時候撤退等市場 不要一下子跌得這麼急 造成恐慌 詩先生 如果你認為向下跌趨勢 已經出現了 假如政策上沒有特別的東西去變化 你猜2023年 雖然現在還有幾個月才到2023年 全年來說會否有明顯跌幅 現在市場上不斷出現變數 我只能夠說現在除了加息之外 其他的因素都是對市場不利 譬如地緣政治的緊張 另外由全球化變成全球化 中國與西方的矛盾 都會令到香港要發揮以前的功能 難度增加 變成香港的經濟遇到阻滯 你本身的能夠產生出來的新的資金 或者一些人的負擔樓價能力都會受影響 更加有影響的就是人口流失 這些很多因素都是對市場不利的 這些因素之前都未曾完全發揮作用 所以如果你等它一下子爆發 就百上加根 我自己覺得這個時候是政府出來做些事 剛才那一節已經說了 政府最好是盡快開關 這是對整體經濟都有好處的 在房地產亦不是要它谷 而是切回一些不恰當的招數 師先生說房地產對政府的政策是有反應的 政府其實都比房地產的走勢影響 我見到你專欄也有說 內地的地方政府收入都跟樓價很大關係 現在似乎收入劇減 會有甚麼影響對內地 其實內地的政府的財政收入 有些跟香港相似的香港都靠賣地收入 人化稅、地產商、利得稅 其實內地自己以前我見過做過一些研究 都跟地產商 即是跟地產行業有關連的行業 有成差不多五十個 即是百分之五十有關 不是五十個不同的行業 如果你說跟GDP的增長有關 就差不多去到兩成 所以內地的房地產一不好 經濟增長受拖累 政府的收入都受影響 所以內地你看它的政策都變了 之前三條紅線 這樣又不可以借 那樣又不可以借 現在開始其實都要銀行盡快把錢借出去 銀行職員分配 即是每人都有優惠要負責 把錢借出要跑數 跑數就借錢 有些朋友說 跟一些銀行職員幫忙幫忙 跟我們認負責 月尾要清算 把錢放到你們戶口附近 目的要提供貸款總額 對地產商尤其是新的開發 都容易得到錢 另外有借給普通人買樓 有一些說法就是 之前不借那樣不借 現在有些三四線的城市銀行 發現你戶口有錢也跟你說 你有錢為何不買樓 現在國家需要人買樓 一個中央政府的取態 防住不炒 不想別人買樓來炒 買樓來住 但是現在的市場 如果完全沒有資金進來 信心就不容易見了 所以亦都希望民間有些錢 進來的市場 所以對一方面不想依賴房地產 一方面現在不依賴它 經濟即時受影響 現在是兩難的 你不依賴房地產 經濟不容易康復 依賴房地產 每一次調整都調整不到位 即是未曾調整到位 已經要扶回它 但這次應該不是 這次大部分地產發展商 都已經被清算了 我們最清楚 因為他欠我錢未付 那張名單越來越長 我相信影響不止我們 建築公司 賣家電 例如現在大陸都是精裝修的 樓入企有結局 有廚櫃 早期不是 廁所只是一個洞 你自己買座廁 買升盤下去 所以無論是香港 或是內地或是其他地方 希望市房那麼差 政府可能做少少逆周期措施 令到資產走勢就不太難看 我們今集的時間就到這裡 大家記住 喜歡我們的節目 Like、Share 以及訂閱我們FINANCE 730的頻道 我們下星期再見 Bye Bye 我們下星期再見